拆除一座著名的废弃体育场是一种什么体验 实际上这些废弃的物品仍然价值连城 包括54000多个座椅 超过9200平方米的草皮 还有5万多吨的混凝土 和重达几千公斤的铜制电缆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东西卖出的价格会让你大出意外 体育场外人流如汁 几米开外就有成铁 所以不能直接采用爆破法 工程团队必须一点点的拆除 不容有丝毫差错 洋鸡体育场80多年来 一直是纽约洋鸡队的主场 但是多年的风霜让它有些老旧 而且升级设施的成本太高 于是洋鸡队在路对面建造了一座新的棒球场 现在该拆除陈旧的体育场了 工程队正在商讨拆除计划 他们决定分四个步骤来拆除 第一步是出售 就是拆除并出售数千件纪念品 包括体育场内的座椅和草皮 第二步是清理 就是清除体育场内所有的危险物品 第三步是拆除内部设施 除了支架 其他的所有设施全部拆除 包括标志性的外场岩壁 最后一步是彻底拆除 就是剥离掉所有的装饰物质 剩下建筑支架 然后再推倒支架 等他们完工后 这里将成为一片平地 这座洋鸡体育场于1923年投入使用 一直是纽约洋鸡队的主场 同时它也主办过37届世界职业棒球大赛 传奇人物贝比鲁斯让洋鸡体育场成名 他被称为鲁斯建造的房子 洋鸡队也成为棒球史上第一支 吸引了上百万球迷来观看比赛的队伍 所以说在拆除体育场之前 有好几代的死忠球迷 都想拥有这座体育场的一部分用来纪念 这些球员踩踏过的草皮和看台的座椅 都是历史的见证 也可以卖出不错的价格 所以他们首先要移除的就是神圣的草皮 很多伟大的球星曾经在此比赛 一块鞭长7.5厘米的草皮 售价为100美元 这就意味着井外场草皮 就能卖出数百万美元 草皮虽然值钱 但是处理起来很棘手 重型机械会毁坏草皮 所以在拆除队进来之前必须移除完毕 整个草皮的面积高达9200多平方米 首先从外场开始 最后移除本垒板 以前都是用人力来完成拆除 但是今天机器取代了人工 机器就像大型钢铲一样 机械刀片上下一栋切割并缠起草皮 每隔11米另一个刀片就把草皮切断 然后由工人将草皮卷在1.3米宽的轴杆上 这台机器每小时可以处理2000平方米的草皮 接下来由工人做好每一块草皮的位置记录 下一步就是按编号把草皮重新种在位于长岛的农场里 供球迷们前去挑选购买 接下来他们将要产下阳机队著名的兑灰 这一块草皮的价值高达5万美元 所以必须请专家前来谨慎操作 专家就是拆除对老板的双胞胎哥哥 他比老板早出生5分钟 所以一出场就有大哥的架势 最终他决定将兑灰切割成18块 严格按照测量的尺寸 否则就将损失5万美元 切割完成后并小心地放上木板承托 至此整个草皮的清除工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施工队进驻 并开始下一项拆除工作 拆除一座体育场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工作 这个废弃体育场内的54000个座椅 可不是一般的座椅 阳机队的球迷曾经在这些座椅上 欣赏过最精彩的比赛 即使他老旧不堪 现在的售价仍然高达每个800美元 购买一堆的话优惠到1500美元 他们将这些蓝色的小座椅放进车厢 然后锁上安全锁 并且每个锁都设置了密码 两周之后 总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座椅 全部拆除完成 接下来他们可以拆除体育场的建筑了 但是在这之前还需要清理洗手间 洗手间里有许多肮脏的产物 必须抽干净 在距离地面两层楼高的地方 这里禁止非工作人员入内 拆除队正在拆除实眠 实眠是一种矿物纤维 既强韧又耐热 是优秀的建筑材料 非常适合建造屋顶 但是同时实眠也是有毒物质 人类若不小心吸入会损伤肺部 导致严重的疾病甚至死亡 每年美国都有一万人因实眠中毒而死亡 所以施工人员必须穿戴防护服和防毒面罩 实眠是屋顶建筑材料最底部的一层 必须用电锯进行切割 同时工人不断地喷洒泡沫防止阳沉 他们将切割好的实眠材料采取了双层包裹 并准备通过升降机往下运输 但是整座体育场的大楼已经断电了 于是轮到本地三人组电力小分队出厂 很快接通电源 楼顶的实眠清理工作也得以顺利地完成 但是现在还不能拆除体育场的主体建筑 接下来施工队需要清除不属于支架结构的部分 包括著名的洋机队球员更衣室 完成后就要拆除内部设施 这需要体格健壮的劳动力才能完成 第一步要拆除的是体育场的一间厨房 这里有23家餐馆和30个小食品摊位 这些废弃的设备还可以转卖回收 同时另一个工作组的任务 就是拆除高达30万个灯具 这些灯具是玻璃和水银制成的 在拆除体育场前必须清理干净 所有灯具都被回收循环利用 这项工作完工后 另一个施工队就要开始拆除木板和干气墙 这里在拆除的正式球员的更衣室 在几个月前 他们已经将值钱的东西全部搬走了 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队长德里克吉特的两个柜子 能卖到10万美元 这些拆下来的纪念品 被存放在一个专门的纪念品公司仓库里 放到这里的每样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包括这些草皮 每一块都能卖到100美元 此时体育场里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 那就是地下室里隐藏的价值几十万美元的铜 铜的导电性很好 因此市场需求量很大 并且每公斤铜能卖到好几美元 体育场的地板下布满了几千米铜电缆 这些电缆通过一系列的电力室相连 电力室里都是变压器 他们必须切断每一根电缆才能回收出售 这种大尺寸的电缆售价为每米48美元 尺寸越粗价格越高 这些铜电缆重达几千公斤 必须借助液压机器才能把它们拉出来 几个星期后所有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只剩下最后一项拆除岩壁的工作 洋鸡体育场的每一片岩壁都有4000公斤重 同时为了避免起重机吊起的过程中 岩壁荡向几米远外的乘机列车 所以只能选择载人流量非高峰时段进行拆除 由于岩壁是混凝土材质 施工队必须把它锯开再拆掉 就连45米高的吊壁也被拉得微微弯曲 这些巨大的岩壁将被装上卡车运输出去 但是数千斤重物的压力 让卡车的轮子陷入沙土里打滑 于是他们利用挖掘机将卡车推出沙土 轻松地解决了难题 三天后 最后一个岩壁也被运出体育场 现在只剩下建筑支架等待拆除了 这个洋鸡体育场也即将成为历史 截止目前历经了9个月的时间 施工队总共拆除了9200平方米的草皮 5万多个座位以及标志性的岩壁 整个建筑大约250米宽 12层楼高 有约21000立方米的混凝土和3600吨钢筋 施工队必须安全拆除这些材料 而不影响旁边的城铁 用爆破法虽然快却很危险 所以施工队计划用大型机械系统进行拆除 他们计划先用挖掘机拆除玻璃附属设施 直到建筑只剩下支架 接下来把支架一部分一部分地向内推抖 不影响周边的活动 为了避免危险 施工队封锁了整个体育场 现在大型机械可以开始工作了 大宇480粉碎机是第一个开动的 近三吨重的挖斗就像巨大的绞肉机一样 旁边需要不停地喷水来消除浮沉 这台机器用每平方厘米350吨的压力 一点点地撕裂着混凝土 另外两台更高大的日立粉碎机也投入使用 每台粉碎机都装备着爪状的剪切钳 它们可以伸长到35米的高处作业 一口一口地拆除掉3600多吨的钢材 所有的金属都将被运走切割和融化 最后重新制造成新的钢制品出售 几周后前两层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最上面的一层 现在它也该解体了 这将是拆除工程的最后一个阶段 施工队想用挖掘机的威力来拆除最后的顶层 整个体育场的建筑城部封闭的圆形 分为105个钢梁结构的隔间 它们希望用切与拉的方式 一次拉倒7个隔间 第一步 它们将把顶层切割成不同的区域 切势指在支撑钢柱上用鸽枪切出关键切口 这些切口会降低支架的稳定度 为拉倒它做好准备 拉式只用缆绳把柱子连接在挖掘机上 然后反向开动机器把这一部分拉倒 但是要拉倒每一组高达12层楼的隔间 都相当于拉倒一栋建筑 此时有成千上万的路人 就在建筑另一面的街道上 施工队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每个施工人员都必须签署责任状 这是一台机械臂长达55米的 森尼波根870材料处理器 它是北美地区机械臂最长的设备之一 在美国也只有几个人有操作经验 他们利用机器把吊锁送给在顶层工作的工人 施工队把缆绳穿过顶层挂在钢柱上 接下来由机器潜碎混凝土和钢筋 一步一步地在顶层撕开了五条垂直的裂口 然后由三名工人用氧气以缺喷枪来切割支撑主 此时施工队把缆绳的另一端挂在挖掘机上 一切准备就绪 工程负责人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几个月以后 这个传奇的百年体育场终于烟消云散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体育场的原址 政府新建了一个中央公园 在街道的对面 新的洋机球场随着机球声开始了自己的传奇